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莫过于法系新登场的装备了 日墓之流已经获得众多法师青睐 而另一件装备金色圣剑 大家还属于探索阶段中 那么这件装备到底适合谁来使呢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陈列一下 几位英雄出金色圣剑的效果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把金色圣剑的效果 这件装备融合攻速移速和法术攻击为一体 被动还有两个 一个是精准 另一个是普攻几点会加攻速 最多叠两层 两层叠满后 每次普攻还会额外再附带一部分的法术伤害 注意这个法术伤害是完全依赖法伤素质的 也就是法枪越高 平A才会越疼 对于需要用普攻打伤害的法师来讲 这类法师一般都会带一些攻速蜜蚊 甚至出攻速鞋来弥补攻速的不足 但如今有了金色圣剑 这个完美契合他们的出装出现 蜜蚊可以回归法术穿透 装备的选择也大大的偷关 首先我认为最合适这件装备的就是银正 银正在这个赛季可谓是极大的加强 将自动追击距离调成近距离 同时银正的攻击是贯穿伤害 当银正一下普攻打到多个单位时 每命中一个单位就可以叠一次被动 而贯穿每个单位也可以触发金色圣剑的额外法术伤害 再看看这个装备名字 金色圣剑 这根本就是从银正这里偷来的一根吧 所以现在物归原主 各项属性都与银正完美契合 甚至现在可以直接替换回响第一件出 加快星线和支援效率 再来看看高剑离 虽然看起来金色圣剑可以补足一些持续的伤害 但奈何他的装备不够用 经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15级六神装的高剑离 两套装备中只有一个装备不一样 一套带日木之流 一套带金色圣剑 开大招打15级木偶 整套伤害下来 除了日木之流 要比出金色圣剑多达近2000点伤害 究其原因 还是高剑离开大招器件 已经可以非常频繁的触发被动了 不需要攻速的加持 所以还是选择常规爆发装备更直接一些 接下来这位英雄就比较有趣了 他就是王昭君 我们发现王昭君出了金色圣剑后 第三次主攻射出来的三个冰锥 可以触发三次圣剑的被动 加上二技能本身的被动 一旦敌人被王昭君动住 那后果不堪设想 假如我们先让王昭君用普通攻击 叠满金色圣剑和日木之流的被动 再一个二技能动住后翼 仅用一个三连机就把近六五千血的后翼打成私血 如果追求极限伤害 将金身换成大叔的话 一个普攻就可以将后翼直接秒杀 不过作为一个工具人 王昭君实战中平A的机会不多 若对手阵容很肉 可以考虑出金色圣剑补足持续伤害 那由于金色圣剑偏攻速的属性定位 那么某些射手是否可以适配呢 大家都知道敌人杰的技能是触发法术和攻击的 并且他的大招还有法术加成 出了金色圣剑后 普攻配合蓝牌和大招能打出更多的法术伤害 打前期没有出魔抗的对手更加的痛 另外在出金色圣剑末式黑切无禁破军后 敌人杰大招起手接一二技能 不用普攻都可以将没有出防御装的后翼满血秒掉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剑式 不过由于金色圣剑缺少暴击属性 在输出上还是略逊一筹 但假如我们这边是圆戈中路 完全没有任何魔法伤害 我认为金色圣剑确实值得一试 但平常的时候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常规出装吧 那另外一个是马可布罗 在金色圣剑的被动叠满之后 这件装备加工速和纯净仓球是一样的 并且都有精准这个被动 只是金色圣剑被动有0.2秒的内置CT 让马可一技能和大招触发被动的次数大幅下降 所以这件装备还是不太适合马可的 如果能将这0.2秒的内置CT去掉 那么法伤流马可就指日可待了 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适合出金色圣剑的法师 希望大家看完本期视频后 对新装备有更好的认知 另外金色圣剑其实是一个远古装备了 很早就被删除了 现在又重获新生 那么你们认为最没存在感的装备是什么呢 留言告诉我吧